基本节编制方法 纽扣节 双连节 蛇节 金刚节 同学你好 这节课我们将学习中国节基本节编制方法 中国节的基本节法有很多种 其名称是根据绳节的形状 用途 或者原始的出处和意义来命名的 在这里我们介绍几种简单的中国节编制方法给大家 编节用到的工具和材料有 五号中国节线 大头针 镊子 或尖嘴钳等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种基本节编节的操作步骤 纽扣节 纽扣节常用于扣紧衣服 因其功能而得名 我们今天来学习纽扣节的制作方法 然后我们取50厘米长的五号中国节线 将线对折 将线对折 这个线上 拿起左侧的这个线 从右侧线的下方绕过 穿过食指上的这根线 在这儿形成一个双前节 将它翻过来 形成一个花篮状 把左侧的线头按着顺时针的方向 绕过花篮的把手 从上到下 穿过双前节中间的这个孔 右侧的这个线头 也是按照顺时针的方向 绕过花篮的把手 穿过双前节的这个孔 然后上下同时拉动 轻轻拉动 收紧 这就是一个纽扣节 接下来我们按照边节的顺序 做调整 对纽扣节进行调整 对纽扣节进行调整 将上面的临时节打开 按照所需要的长度 调整线环的长度 这样扣扣节就做好了 双连节 双连节连又连合 接续不断 本节是以两个单节相套连而成 取其牢固 不易松散 顾名双连节 这里用两个颜色的线来进行演示 将线对折 在上面打一个结 起到临时固定作用 左侧是深蓝色的线 右侧是浅蓝色的线 将浅蓝色的线从深蓝色的线下面穿出 由下到上形成一个线环 将线从这个线圈当中穿出 接下来将深蓝色的线从左向右绕过浅蓝色的线 从下到上穿出浅蓝色的线环 然后再将深蓝色的绕过浅蓝色的线环 从上到下穿入深蓝色的这个线圈当中 然后上下两侧轻轻拉动 这样双连节就编好了 正面和背面的形状是一样的 把上面的临时节打开 按照所需要的长度来调整线环的长度 这样双连节就做好了 舌节 舌节形如舌的身体 节体稍有弹性 左右摇摆 节是简单大方 常用于边手链 项链等 是一种常用的基本节 这里用两个颜色来进行演示 将线对折 将线横着握 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 一根线在上 一根线在下 拿起深蓝色的线 在浅蓝色的后面 形成一个线环 拿起浅蓝色的线 从后向前 绕左手食指一圈 穿过深蓝色的线圈 将深蓝色的线拉紧 将线圈从食指上取下来 将浅蓝色的线拉紧 这样一个十二节就打好了 重复这个步骤即可 重复色的线拉紧 感谢观看 这就是舌节完成的效果 金刚节 金刚节代表着平安吉祥 外形与舌节相似 但金刚节更紧密牢固整齐 这里用两个颜色的线来进行演示 将线对折 将线横着卧 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 一根线在上 一根线在下 拿起深蓝色的线 在浅蓝色的线后面形成一个线环 拿起浅蓝色的线 从后向前绕左手食指一圈 穿过深蓝色的线圈 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加紧线 将深蓝色的线圈拉紧 然后将食指上的线圈拿下来 然后拿起深蓝色的线 从后向前绕食指一圈 穿过浅蓝色线的线圈 然后拉紧浅蓝色的线 然后将线圈从食指上拿下来 重复这样的步骤 感谢观看 好 金刚节最后一圈 将线环直接拉紧即可 这就是金刚节完成的效果 将蛇节和金刚节放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区别 我们拉一下蛇节 每个节之间可以拉开一定的空间 然后金刚节是每一个节连在一起 在拉伸的时候不容易拉开 更紧密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